冬天就是不停的做各种糖果典型 今天做了三种颜色的小花酥 同样把做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现在做原味的 开中小火将黄油先融化 然后将棉花糖翻炒化开 棉花糖用的是低糖的 棉花糖化开之后 再加奶粉混合均匀 混匀之后就可以关火 然后加冻干草莓 八蛋木饼干混合均匀 也可以加其他的一些自己喜欢的坚果 材料混匀之后 倒入模具或者烤盘压平整 放凉皱就可以切块 上面也可以撒一些奶粉 这样奶香味会更浓一点 接着我们来做咸香的肉松味 同样黄油化开 加入棉花糖 棉花糖用的是无糖的 再加南瓜粉和奶粉混匀 然后加饼干混合均匀 完全混匀之后可以倒入烤盘 烤盘的底部可以撒一些海苔肉松 然后压平整之后 上面同样撒一层海苔肉松 雪花酥的做法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好看又好吃 像年前我们都可以做一点 送亲戚朋友什么的 你可以多做一点放家里接待客人 带下来发现 有正 quando我商üm 我记得拍了 也不挨